男人的膝盖肿得比篮球还大 仿佛马上就要爆炸一样 并且还不断的渗出农业 男人疼得呲牙咧嘴 仿佛有上万只蚂蚁在啃食 男人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 男人说半年前 他腿上突然长出一个小疙瘩 一开始没当回事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疙瘩越长越大 最后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他甚至连翻个身都困难 整天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睡 男人说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可以睡个好觉 节目组联系了首尔最好的医院 给男人看病 当绷带被一层层拆开后 伤口让人触目惊心 肿块已经发黑流浓 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医生说男人腿上的是恶性肿瘤 肿瘤还在不断蔓延 生长速度极快 导致他的皮肤被撑爆了 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目前节真是他唯一的保密方式 如果再不进行手术 肿瘤一旦扩散到内脏器官 就算化陀在世也救不了他 听了医生的话 男人后悔万分 如果自己早点来医院看病 也不会造成现在的局面 但世上没有后悔药 男人沉没了许久 最终同意截肢 医生准备就去后 把男人推进了手术室 经过长达七个小时的努力 手术有劲无险的完成了 男人又失去一条腿的代价 换回了一条命 他再也不用忍受疼痛的折磨了 希望他能健康的生活下去